第781章到来 没忍住 法物摇头 他知道夜刀危险 动辄走火入魔而亡 别的武功 走火入魔只是废掉武功 或者身体也出现残废而已 金刚四弟子有金刚四武学打底 即使走火入魔也没什么大不了 顶多废掉修为重头开始炼 死不了 可夜刀的走火入魔必死无疑 金刚四弟子炼夜刀 走火入魔仍是要死的 至今还没有侥幸生还的 他想来想去 最终还是确定 想要再世间纵横自如 夜刀便是自己最想恋的 无法纵横自如 命肯走火入魔而亡 法空看一眼法物 叹口气 师弟你太急了 我就是急性子 戒不掉 法物笑道 法空笑着摇头 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法物师弟的急性子确实戒不掉 法空转身往回走 法物先将四门关上 跟上法空师兄 明天开始开门 接待相客 法空摇头 法物道 我们赶路虽极了点 可没累到 没必要修整 直接开门就行 法空来到住持小院 其余五个中年和尚已经开始打扫 眨眼功夫已然令住持院子焕然一新 法空坐到石桌旁 指了指石凳 法物坐到他对面 法空道 师弟 永空寺不准备接待相客 嗯 法物惊奇 金刚寺都开门接待相客的 只要相客能攀上大雪峰 走到金刚寺跟前 那就能进四奉香 或者与司客攀谈 甚至还能见到住持方丈 永空寺位于大勇的天津 如此繁华之地 竟然不接待相客 法空缓缓点头 不开门接待相客 那俄门过来作甚 法物道 法空道 过来镇守吧 也能见识一下天津的繁华 大前与大勇的不同 这是助我们修炼 法物笑道 他总算明白了法空的意思 来天津 就是增长见识 在红尘中历练繁星 注意修行 法空点点头 法物道 其实开门迎相客也不耽搁我们修行的 也一样能助修行 法空摇摇头 我们毕竟是大前人 人们还是有忌惮的 而且此地佛法昌盛 精通佛法的太多 我们一旦开了门 也未必能讨好 大勇佛法昌盛 随便拉出几个居士 就能把佛法讲得头头是道 佛法是智慧 可修持并不是一味的讲佛法 金刚四弟子们的佛法并不精深 试炼功到了一定程度 再开始专研佛法才会健身 法务现在还年轻 还没到研修佛法的时期 佛法甚至不如这些居士们 你跟人家讲武功 人家跟你讲佛法 在天津百姓眼里 佛法不行 身为和尚就不称职 一旦被居士们便问 讲不出来会露怯 金刚四就丢脸了 丢掉的脸 想捡回来就难了 想想就知道 即使有大庙连四默认 永空四能顺利开门 武林各宗的高手 强忍着不刺杀 可绝不会就这么乖乖的 什么也不做 武林中人这么乖巧的话 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 他们一定会想别的招 绝对会请金言佛法的居士 来找永空四的麻烦 拉着法务几法能师兄 他们便精 不能武斗 那便文斗 一定要让法务师弟 他们铃声扫地 人人嘲笑 当然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他不想用永空四替自己扬名 永空四太过重要 一定会被大庙连四盯着 没必要出太大动静 惹大庙连四更忌惮 法务厅明白了法空的意思 他挠挠头 皱眉道 佛法我还真不成 即使这一次闭关也惊年了金刚经 读了历代高僧的超路与心得 所得甚少 时机不道 法空道 法务的悟性与资质是绝顶的 所缺的就是机缘 机缘不道 不道腾飞之时 时机 法务太一口气 摇头苦笑 法空道 还是说说叶刀吧 师弟你这叶刀练到哪一步了 练来看看 师兄你也练过叶刀 略通一二 法空微笑 说不定能帮到师弟你 好 法务起身 缓缓运势 然后宁力于手上 轻轻一化 驱空好像有一道连衣晃动 法空挑眉 手刀 我觉得手刀比戒刀更灵活 威力也更强 但也更难练 法空皱眉 也刀是有两种练法 一种是戒刀 一种是手刀 两者的修炼方式有细微差别 如果论威力 确实手力更胜一筹 可也更难练 本成明智的选择了戒刀 而法务则不怕死的选了手刀 他这是自刹那 法务不在意的笑道 练也不差这点 如果练的不对 戒刀也一样走火入魔而亡 他随即道 师兄 我练的可对 法空摇摇头 法务挑了挑眉毛 真不对 确实不对 法空缓缓点头 与走火入魔只差一线之隔 现在就站在悬崖边上 往前踏一步就下去了 法务沉思 他回想自己所练 与叶刀密集所说 比较着一同 发现自己练得完全没错误 一模一样 他抬头看向法空 一脸迷惑 法空轻飘飘一展 驱空出现一道白色弧光 如一轮弦月 明亮皎洁无瑕 四十明月坠落到跟前 给人强烈的震撼 这明亮光芒像极了大光明咒 所发的白光 法务顿时眼睛一亮 这便是叶刀 是真正的练成了的叶刀 其光佼佼 其芒润润 直指人心 消洁迷夜 师兄你 他难掩震惊之色 万万没想到 法空竟然早就练成了叶刀 练成这般绝世刀法 竟然一次也没施展 深藏不入 这也太能忍了吧 法空道 师弟 叶刀其实是以天魔精为底 以佛法为辅 没有足够的魔性与野心 是没办法练成此功的 你能练到这一步 也是因为野心勃勃 法务师弟走到今天这一步 与自己及法宁师弟的刺激 有莫大的关系 当初惠南师祖这一脉 年轻一代 法务师弟第一 后来自己横空出世 压到他头上 如果这是莫大的刺激的话 那法宁师弟也压他一头 烈是真正的重击 他能接受自己强一头 毕竟有佛咒与神通在身 强过他也是于所应当 可法宁师弟资质不如他 入门比他晚 最终还是比他更强 那就不可忍了 更何况 他去了大勇武林之后 经历了厮杀困苦 对纵横武林无敌 有了更深的执念 尤其是元德和尚 他更是必胜之不可 所以义无反顾的练起了夜刀 不过这也正气和夜刀的 初始心境 没有惊吞天下 是尖诛封我未尊的气魄 练夜刀就是自杀 是吧 法务无奈的点点头 法空道 你现在心境还好 既有野心 又不缺仁慈 现在最缺的是佛法 佛法 法务顿时苦脸 他在闭关的时候 曾苦读佛经 对佛法确实生不起兴致 只想练成爵士武功 纵横世间 入世之心如此之盛 怎么可能有出离心 怎么可能读进去佛法 我来给师弟你们讲讲佛法吧 法空看他如此 靠他自己研究佛法是不行了 只能自己帮上一把 好啊 法务孝道 世人都传扬师兄你佛法精深 讲法时有天花乱坠之意象 这是他们自生的内向 是幻觉罢了 法空道 他当然不会说 这是自己将幻术与佛法相结合 为了加强人们的重信所为 人心便是如此 不信平平无其知识之物 只信谣不可及 不可思议之事 法空正色 潮须空和十一里 法务眼前一亮 只觉法空忽然变得庄严神圣 好像换了一个人般 法空轻轻一副紫金袈裟 起身整理一下衣巾与腰带 然后慢慢坐下来 法务觉得眼前忽然出现一座无形的法坛 高有三尺 法空看似坐在石桌边 其实是坐在法坛中央 法坛中央上百朵角结莲花凝成的座位 拖着他身子似乎还散发着清香 阿弥陀佛法空缓缓缺一声佛号 声音如天外传来 飘渺而浩瀚 直入法务心底今日且说金刚经 正在打扫寺院的五人忽然停住 声音鸟鸟飘入耳中 让他们忽然进入了定境 待所有人悠悠醒来时 法空已经不再永空寺 接下来的时间 法务一直处于沉默状态 恍恍惚惚 一直沉浸于佛法之中 凌空寺 清晨的阳光照着凌空寺 法空出现在一间金社 皇后正与楚琳在菜谱里除草 凌空寺加持着回春咒 草木旺盛 几乎每天都要除草 看到他出现 楚琳白他一眼 不说话 皇后放下锄头 笑着来到进前 他不一金钗 喜尽荣华 好像就是一个平常的村妇 不负先前的雍容气质 随着在凌空寺悠闲自得 不再勾心斗角 不需要管辖整个后宫 他变得越来越柔和 气质也越来越内敛 法空笑道 娘娘 我找殿下说说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 楚琳邪逆他一眼哼道 找我准没好事儿 有好事也不找我 法空微笑看着他 殿下也知道 你不能去边城的 牵涉太广太大 皇上那一关就过不去 不适怎知道 楚琳一袭白衣 气质灵动 法空摇头 楚琳放下锄头 副手便走 法空和石朝皇后衣礼 跟了出去 楚琳来到法空的住持院子 坐到石桌旁哼道 有什么话要避开母后 跟皇上说一声 大云的贵客来了 第782章讨要 贵客 楚琳好奇地问 什么贵客 法空没回答 楚琳疾道 神神秘秘的 一听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人 他皆敏异常 一听贵客这两个字 便听出不对劲来 真要是贵客也不必非要强调贵客 那便是来自大云的敌人咯 看来是要父皇派出人手去杀这个贵客 想到这个他便失去了兴趣 纯粹好奇地问一句而已 可法空非要不说 他反而兴趣更大 我猜得对吧 法空笑道 这位贵客 关系到冷掌门的大仇 冷非穷的仇人 楚琳精神一震 法空汉手 楚琳惊奇地道 冷非穷的那个仇人要来我们大前 他莫不是疯了吧 他随即摇头 那可能是不知道冷非穷已经进攻 成了贵妃吧 应该是知道的 那他还敢来 就是这般有胆气 真是疯子 楚琳亨道 法空点点头 楚琳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正位启王殿下确实是疯子 但外表看上去 他是很谨慎的 不过他的谨慎 与自己的谨慎是截然不同的 自己是真谨慎 而正位启王殿下的谨慎 却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疯狂 是伪装 换成正常的人 大前朝廷特意点了他的名 他断断不会再来大前的 可偏偏这位启王殿下不信邪 还真来了 博命以寻求刺激是这位启王殿下的常态 是人偏偏被他的谨慎所欺骗 人为眼中的启王 与真正的启王差了十万八千里 楚琳醋没盯着他看 法空笑道 有劳 请吧 俄根父皇说 楚琳哼道 青罗宇周宇周扬他们现在怎样了 你不在 觉得很无趣 法空道 玉霞观不是神经 繁华程度与大小差了数十倍 就像从神经去一个小城差不多 很快就索然无味了 楚琳露出笑容 法空道 更何况身在军营 不像你们在神武府当职的时候那般自由自在 楚琳笑容更盛 既是想到先前在神武府当职 护卫冥王府时的情形 又想到他们在玉霞观受苦 极为高兴 让他们抛下自己一个人 该 他心里得意洋洋 法空又道 而且身在边关 不比在神经那般有诸多庇护 在边关没人知道他们身份的 外人眼里他们只是普通的神武府高手 受到太多管束过得很憋屈 楚琳眉开眼笑道 那真是可怜 要不然 让他们早早回来吧 法空道 如果两边打起来 朱姑娘很快立战功 那就能很快回来 凭朱尼的阴沙之术 立功很容易 历年以来 大前与大云交战几乎从眉战上风 都是以守为主 龟缩于城关 不主动出击 让大云铁骑越发肆无忌惮 如果来一记通袭 忽然出城 神武府这一百多高手为先锋 就能给大云铁骑一个狠狠教训 一百个大云铁骑的脑袋 便足以称之为大弓一箭 凭此功劳 朱尼这位司马说不定就能再升一级 从而回到神经城 他们很快会回来 楚龄顿时精神一阵 法空微笑 事实变幻莫测 谁又能看得清 你能看得清呀 法空摇头 未来是一直在变化的 也忘了跟皇上说 走了 这么快就走 还有事 什么事 你要是去见青罗 帮我捎回来一些小玩意 楚龄忙到 青罗临走的时候 我叮嘱过的 法空摇头 那些东西已经带回来 去外院拿便是 赤林飞扬 因徐青罗的要求烧回来的 只是楚龄一直没过去 便没拿走 我马上找父皇 待会就过去 楚龄忙到 瞬瞪他一眼 你也不早说 法空微笑 一闪消失 法空正蹲在石桌旁 眼睛与桌上的四肢静平齐平 不断的变化身形 变幻观察的角度 一脸陶醉之色 这四肢静平他百看不厌 他有闲的时候 或者外游山水之美 或者内观艺术之妙 这四肢静平集聚着天地之妙 与灵慧之美 当真是美得超乎想象 越是观赏 越觉赞叹 韵味无穷无尽 每看一眼便多一分感觉 脚步声响起 大前皇帝楚雄 与冷飞穷一起出现 蓝的鹦鹉 女的冷艳 恍然如一对比人 楚琳已经带走了 徐清罗给他买的一些小玩意儿 回凌空寺好好赏玩了 皇上 贵妃 法空一抹 袖子从桌面扶过之后 四肢静平消失 石桌上好像从没出现过静平 大师这虚拟戒子 能容纳多少东西 楚雄不履徐徐 他身穿紫袍 妖系碧玉带 头戴一顶小帽 帽欠美玉 显得年轻了十几岁 冷飞穷一席姓皇宫装 如云并发高碗 筋步摇毫无颤动 脚步轻盈如在水上滑行 他冷艳脸庞露出一抹轻笑 大师如果有心 天下何种宝物不可得 法空笑道 雕虫小记罢了 能胜得下我身体一般大小之物 再多就不行了 楚雄道 佛法确实不可思议 大师 据我所知 这位贵客并没来 如果只有这么大的地方 确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至少不能用来运军粮 那便没有战略价值 只能盛装一些私人之物 当然如果用来搞刺杀 确实是利器 法空从袖中取出一幅画轴 递给楚雄 冷飞穷上前接过来 徐徐展开 呈现在他与楚雄跟前的是一位英俊中年 这个好像是大云里布的一位侍郎 郭明荣郭侍郎 楚雄道 嗯难道是他 他努力回忆自己所得的消息 绿伊斯将大理一行人的消息都传过来了 包括每一个人的性情与生平 嗜好与弱点 清清楚楚 法空缓缓道 就是他 好手段 楚雄亲哼一声 摇摇头 不过不得不说 手段确实厉害 出乎意料 通过大前密碟传回来的 绿伊斯传回来的消息 启王氏断然拒绝了的 他失望之余也反思 自己被冷飞穷所迷 形势太过糙窃 手法太过粗糙 应该使点手段又齐来此的 换了谁 也不至于上这个当 冷飞穷明谋一一闪动 轻声道 他终于来了 法空微笑 恭喜冷掌门 要大仇得报了 冷飞穷明谋放光 嘴角微翘 强意激动 没能杀死他之前 不能太高兴了 他声音轻轻颤抖着 原本已经失望之急 还以为报仇无望 一直在郁闷与压抑 还在拼命的修炼 惊喜不期而至 飞穷 他既然敢来 那便死定了 楚雄道 绝不会让他逃掉的 冷飞穷轻轻点头 他这一次没有坚持自己 手刃仇人 就是因为机会尾时太难得 皇上敢这般说 那便是承诺到时候不顺利 他会亲自出手 他可是大前第一高手 起王再强 再阴险狡诈 也不可能逃得掉 法空微笑看着他们 楚雄道 大师 多谢了 又欠了法空一个大人情 这一季便是法空出的 看似粗直 却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就是算准了起王的性情 还有这一次 原有法空指点 起王到了近前却不识得 很可能回去之后会点破 好一番嘲笑 如果这样 飞穷会郁闷死 所以算来算去 这个人情可不小 法空微笑摇头 这也算是弥补一下两人之间的裂痕 毕竟大云要招揽自己 已然在行动之中 大云会在云金赐一座寺院给自己 只是信使一直在磨蹭 触骨势力在暗中较劲 在阻挠四位信使的行程 从云金到神经 他们要走很久 冷飞穷努力呼吸 竭力平静心绪 楚雄坐到石桌旁 轻轻拍拍秀脚 漫不惊心的说道 大师对大云的招揽怎么看 法空也一幅漫不惊心的神情笑道 据我所知 大云会赐一座云金的寺院给我 但有御书金券 寺院内属于我 寺院外属于大云 大云若在 则寺院永不变 好生大方 楚雄微笑 大师心动了吧 这与寻常的赐一座寺院又不同 是相当于国中之国 更重要的是还赐下了御书金券 御书金券与丹书铁券又不同 丹书铁券是皇上赐给功臣之用 可以抵命替死 而御书金券则是皇上承给太妙 后世子孙不得更替 有了这御书金券 便相当于没有人能收回这座寺院 只要大云不倒便永远属于他 换成皇上可会心动 嗯会 楚雄缓缓点头 换成市镇 绝对会心动 法空微笑 楚雄道 那大师准备接受 法空微笑不语 这种赏赐可不是寻常能出现的 即使自己替楚雄办再多的事 恐怕楚雄也不会赐出来 这相当于割地 列祖列宗是要怪罪的 而且一个不好也会成为后世的笑柄 或者勇士的麻烦 被世世代代的后背咒骂 据自己所知 至少大前至今还没出御书金券 楚雄抬头看看天空 又看看周围 摇头苦笑 狐猎人真是好气魄 冷飞穷平息了心绪 扭头看一眼两人 他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波涛汹涌 看似说话都漫不经心的 很是轻描淡写 其实却是彼此压抑着情绪 故作平淡 他最了解皇帝楚雄 看得出他其实有点紧张 对于一个唯我独尊的皇帝 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高手 韦时罕见 你是想从镇这里讨要一座寺院吧 楚雄露出笑容 法空微笑 皇上慷慨的话 贫僧也不会拒绝这般好事 第783章谨慎 哈哈 楚雄忽然大笑 法空微笑 冷飞穷觉得莫名其妙 他自诩聪慧 可是听两人说话 总觉得一头雾水 明明平平淡淡 偏偏暗流汹涌 一点也不好笑 却又哈哈大笑 实在听不出有什么可笑之处 楚雄大笑数声之后 试了试眼角 已然笑出眼泪了 法空笑道 看来皇上是不舍的 法空 你胃口不嫌太大了吗 楚雄笑容疏一脸 化为冰冷 目光猛猛瞪瞪着他 法空笑道 皇上 该大气地时候 还是要大气一点的 我们大前难道 就比不得大云豪气 楚雄冷哼一声 贪婪 亏你还是神僧 法空笑着点头 皇上所说即是 不如就把凌空四赠给我吧 加上御书金券 胃口越来越大了 楚雄冷冷道 凌空四那是朕见给母后的 岂能给你 法空道 神经之大 在没什么位置 比凌空四更好 鹅很喜欢 楚雄邪逆他一眼 法空微笑看着他 两人的目光似乎在空中相撞 蹦射出火花 冷飞穷看得越发好奇 他越来越觉其中的意味不同 哼 容正考虑考虑 楚雄转身便走 走了 法空笑道 皇上是想弄清楚真假吧 难道我还敢骗皇上不成 呸你什么不敢 楚雄哼一声 已经走出了住持小院 冷飞穷跟上 明谋透出询问之意 他对法空的感觉一直在变化 从不懈 到重视 到讨厌 再到感激 再到亲近 法空助他即将报得大仇 对法空的感觉便不同 担心他真跟皇上闹翻了 法空笑着摇头 冷飞穷的心一定 随着往外走 跟上楚雄轻盈的步伐 他慢慢回过未来 两人的讨价还价看似剑拔弩张 可总感觉不太对味 看似法空以大云反过来要携大钱 事项不好看 可细细想一想 却又不然 皇上为何没彻底翻脸 却是明白了法空的言下之意 法空显然是说 不准备接受大云的招揽 难怪皇上步履轻盈 法空送他们来到四门前 和十一里 楚雄朝后摆摆手 头也不回 在庶民进攻密尉的簇拥下静止而去 周围乡客们纷纷好奇的撑脖子看 想看清楚楚雄的脸 除夕或者十五 或者风秋 神经有大庆 彼时 神经城处处张灯结彩 火树银花 歌舞处处 人们通宵达旦的狂欢 这个时候 皇帝楚雄会来到皇宫的城楼处 与民同欢 共同欣赏神经的繁华与热闹 虽然距离甚远 可是架不住武林高手众多 个个都是好眼力 看得清楚他相貌 是皇上 嗯皇上 真的是皇上 绝对是 我看得一清二楚 江客们顿时纷纷议论 法空转身回到寺内 一扶袖子 四个静平再次出现在石桌上 他看到他们 顿路笑容 继续欣赏 走进了皇宫 冷飞穷才低声问道 皇上 容我好好想想 飞穷 此事你就别管了 楚雄道 冷飞穷道 皇上 你真要把凌空四次给法空大师 楚雄皱眉沉吟 他显然正处于挣扎与矛盾之中 冷飞穷道 法空大师是开玩笑的吧 如果大云真赐给他一座寺院 并且赐下御书金券 皇上如果什么也不给 他便要投入大云 楚雄摇头 就是呀 冷飞穷笑道 这里还有金刚寺 是他的家 他怎么可能轻易的叛离 飞穷 楚雄摇头叹一口气 我不是怕他叛离 是怕他不出力了 冷飞穷带眉轻挑 楚雄道 他在过分 也不至于跑到大云去帮大云 对付我们大前 可是如果他不再出力对付大云呢 冷飞穷醋眉沉吟 这确实是大问题 见识过法空大师的神通 才知道他对于朝廷是如何的重要 皇上英明知道不能太过依赖一个人 对法空大师有所忌惮 尽量远离他 可最终还是不由自主的靠近他 不断借助他的神通 他寥寥几句话 却是举足轻重 如果法空大师不再出力 三间其口 对大前的损失就太大了 楚雄道 他是会收下大云所赐之寺院的 真会收 嗯 那法空大师也太过贪心了 冷飞穷道 他毕竟我们大前子民 怎这样的赏赐谁也没办法抗拒 尤其对于他来说 楚雄摇头 大前与大云 他虚于可置 那里成了他独立的世界 可谓是无穷的诱惑 不可能拒绝的 怪了自己也是一样 这样丰厚的条件是不可能拒绝的 所以不能奢望他会拒绝 大云的目标恐怕也不是让他反过来对付大前 而只是让他不再帮大前 冷飞穷醋没道 那皇上只能将凌空四次给他了 这法空大师 真没想到 这也有今天 楚雄发出一声苦笑 摇摇头 真是愧对列祖列宗 冷飞穷道 皇上 上一次不是说过了吗 不该这么想 而是该庆幸我们大前出了一位法空神僧 呵呵 楚雄笑了 冷飞穷道 如果没法空大师 我们现在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甚至死多少皇子 那倒也是 楚雄缓缓点头 确实是欠了他几个人情 冷飞穷道 如果用一座寺院 来换取这些 皇上可否愿意 嗯 飞穷你头脑确实更清醒 楚雄露出笑容 冷飞穷没有意气 没有争强好胜之念 所以能够更冷静旁观 看得也更清楚 这确实提醒了自己 依照法空所立的大功 确实足够赢得一座寺院了 更重要的是 以后还要用到他 这座寺院不仅仅是酬谢他从前的功劳 还乐人情 还能让他往后继续出力 冷飞穷道 法空大师既然屡立大功 如果一直不赏 大师也有七情六欲 不是圣人 请吧 那便赐给他凌空寺 楚雄哼一声 要跟母后那边好好说一说 依我看 太后绝不会反对 反而会极力赞同 会称赞皇上你做的好呢 母后啊 楚雄无奈的摇摇头 太后对法空的敬仰让楚雄很是无奈 刚刚说几句便被太后呵斥而退 只能老老实实听着太后诉说法空的事迹 太后对法空的各种消息了如指掌 手底下的宫女内侍及总管 都四处打听法空的消息 各种各样的消息 然后到太后跟前说 讨太后欢心 这一朝屡是不爽 楚雄也不好多说 免得又挨太后的训 傍晚时分 法空副手站在葬金阁前的莲花池上 目光穿过千山万水 摸到了玉霞关 虽然说不会出手 可他还是会忍不住盯着那边的情形 看事情的发展 果然 这位忠父守备也不是吃素的 已然查出了杀自己儿子的凶手 法空看到这里 他点点头 取倾罗形式够缜密 发现了远处的暗哨 或者说暗卫 并且装作一时心软 或者没发现 所以放走了人 这两个安慰一直潜伏不动 没有急着回玉霞关 直到三天之后才慢慢往回走 又花了两天 终于抵达玉霞关 然后找到了朱复守备 禀报了自己所见 朱复大厅 副守备注意反手端茶盏 停在半空 冷冷盯着两个瘦小的中年男子 沈声道 依你们说 杀旭儿的是一个销售青年 相貌丑陋 使的是一柄长刀 是 两人同时点头 只有他一个 是 两人肃然点头 一个人 便杀了旭儿 朱夷凡冷哼道 难道他的护卫都是吃闲饭的 大人 少爷的护卫们根本没能反应过来 少爷已然消瘦 混 杖 朱夷凡缓缓吐出两个字 冷冷道 全都是混账 一群混账 两人低头不语 还有呢 没有了 能把他的相貌画下来吗 两人露出蓝色 自己画地图还行 画人就无能为力了 刚进来一百多人 你们去认一认 朱夷凡冷冷扫一眼他们 是 两人忙抱拳点头 朱夷凡摆摆手 去吧 属下告退 两人后退出了大厅 砰 朱夷凡举起手上茶盏 横横往地上一摔 醉片剑裂 摄向四方 他轻瘦的脸旁变得阴沉 双眼如喷火一般 脸上的肌肉扭曲 变得争鸣可怖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厅变得黑暗下来 他站在黑暗里 静静的不动 唯有粗重的呼吸 宛如一只随时要扑出去吃人的野兽 大厅外的仆丛们都缩在外头 唯有一个赶进去点灯的 免得被重罚 已经有两个仆丛因为触怒了他 被罚了一年的俸禄 法空看到这里 摇头失笑 这个青罗 确实有点自己的风范了 行事谨慎 竟然临时变化了容貌 如此一来 想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 这两人的误导会让朱亦凡距离真凶 越来越远 因为徐青罗所办之人并非虚构 而是真有其人 此人乃是西南武林的一个知名高手 如果朱亦凡继续查下去 就会查到这个人 可惜时间已经不够了 朱亦凡等不到查到此人 已然就会被信王查清楚了他被判大前 投靠了大云 法空叹一口气 人之命运那 确实莫测 第七百八十四章分裂 从个人品性地角度 这个朱亦凡确实不是坏人 他在圣怒之下 在崩溃之际 还是没有滥杀无辜 对于府里的仆从也只是乏讽 而没有生杀与夺 他这种武将 往往脾气暴裂 而且杀过人见过血 很容易杀人 他在这般时候还如此宽和 尾时难得 可能这便是人的两面性吧 他对儿子纵容溺爱 就不会想不到他儿子杨马匪 不知杀了多少无辜之人 对他儿子的纵容 便是纵容马匪杀无辜 便无异于害人 他身为大前武将却投靠了大云 再情有可原 品性再好 那也是最不可赦 如果没有儿子 他的人生将截然不同 可能会是一个前途光明远大的将军 甚至可能成长为最顶尖的武将 踏足中枢 军中的上层与下层是矛盾重重的 能将上上下下都讨好 这是一个极艰难之事 需要高明的手腕与高超的手段 他就能做到 法空想到这里 摇摇头 暗自惋惜 想到这里 他的目光挪开 落到了徐青罗身上 徐青罗正与周与周扬一起练刀 刀光如雪 三人正演练一套阵法 乃是法空临别之际传与他们的阵法 这阵法是专门针对军阵所用 他们三个身为朱尼的贴身护卫 肯定要上战场拼杀的 先前的剑阵便不太合时宜 剑法清零迅捷 威力宏大 可惜缺少了几分杀器与灵力的威慑力 便改成刀法 他们的悟性与资质皆顶尖 很快就把刀法练得入门 和练这一套小三元刀阵 已经四模四样 这小三元刀阵一旦施展 三人抵得上三十人 可以挡得住四面八方的冲击 不管是剑弩还是刀枪 还是武林高手 都能挡在外面 他虽然把阵法以灌顶之法传与他们 一下便学会 可是阵法需要三人合力 所以他们常常合练 培养默契与火后 要将阵法的存在融入血液之中 一旦施展 浑然往我之际仍按着阵法在运转 达到这一步 需要下苦功 亦有时间便合练 加之玉侠观在他们看来 确实平平无奇 见识到了神经的繁华之后 玉侠观确实简陋之极 无可看处 于是他们便专注于合练阵法 再怎么说 他们对于上沙场还是紧张的 练得越熟 心里越有底气 一轮明月如沟 法空出现在李英的小院 月光之下 李英一洗白衣 正持剑站在小院中央 他闭着眼 持剑平端 剑深的清光晃动 仿佛月光下的淋淋湖水 忽然清光一闪 瞬间到了法空跟前 法空屈指轻轻一弹 指尖隐约泛起金色 丁 长剑飞到了半空 翻转着往上滚动 到了十丈高处才立进 直直坠落 李英揉着手腕 朝天空一伸手 剑柄精准的落入他玉手中 随意的抛出去 脚停掩脚之下 一柄剑翘正悬挂着 长剑离开李英的玉手 轻盈的插回剑翘 素白剑碎随着夜风轻轻飘浮 李英眼波流转 斜腻着他 又精进了 法空微笑 彼此彼此 恭喜你修为精进 他现在已然是四项镜圆满 其提升之速 并不逊色自己多少 他与剑法一道上 确实天赋超绝 与你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李英摇摇头 他如果对标其他人 确实是远远胜过 这个地步 世间的对手已经不多 可如果对标法空 自然是极不满意 而且他是以魔尊的标准 要求自己的 即使不能胜过法空 也不能输才好 更何况还有皇帝楚雄 只有武功胜过楚雄 自己这个魔尊当得才有滋味 才会一切顺畅 不会像现在这般束手束脚 憋屈异常 法空笑道 心绪不佳 六道离心离德 李英叹一口气 两人来到石桌旁坐下 李英欺了两盏茶 清措着茶明 李英说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 大云的招揽之意 已经递到了魔宗六道 每一位道主的案头 将大云西北六封 正规魔宗六道 封内一切皆规魔宗六道 朝廷不得干预 这对魔宗六道来说 简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这效果就像大云赐一座寺院给法空一样 法空深知其中的威力 他神色微素 缓缓到 那他们都决定答应 大云的诚意十足 他们西北面临的是大海 距离我们大前最远 显然考虑到俄门的感受 不必我们加在两边 确实诚意十足 法空缓缓点头 大云皇帝狐猎原形式 确实是干脆 不做则已 一旦做了便做到最好 表现出让人无法拒绝的诚意 他们心动了 法空点点头 这是难免的 李英揉了揉带眉 轻叹一声 恐怕六道离再次分裂不远了 法空慢慢点头 他对李英与魔宗六道的关系动若观火 李英的控制力与威望还是不足 没办法镇压下众人蠢蠢欲动之心 尤其是掉月道 现在对李英极为不愤 尽管他们知道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 李英的决定是正确的 保存了魔宗六道的实力 可就是不愤李英的自私 甚至怨恨李英无能 没能改变他们当时的决定 没能阻止得了他们 如果拿出雷霆手段阻止他们 掉月道也不会如此的悲惨 不会死那么多高手 李英不管现在说什么 他们投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管正确与否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李英揉着戴眉之计 明眸闪过冷芒 他杀性重 对于掉月道的耐心越来越少了 杀意正在不断的凝聚 法空温声道 还是要多一些耐心的 不能由这性子开杀 李英深吸一口气 徐徐吐出 白气如两丈体恋 整个庭院皆听到呼啸之声 这一口气仿佛吐出了他的愤怒 与杀意 我也知道 不能用杀的 李英点点头道 可实在忍不住 在他看来 这帮家伙太过短视了 一看到封地就像饿狼看到肉 双眼放光 已经顾不得想别的 他们就不想想 哪有这样的好事 是一时宜 如今的魔宗永远不可能达到大前三大宗的地位 不管有没有封地都一样 大前三大宗是因为开国有功 才有如此疏欲 他从没有这般奢望 如今 大云以如此待遇招揽他们 看似是好机会 可一旦试过境迁 谁知道会不会反悔 即使不后悔 大云西北偏僻荒凉 一旦被束缚在那里 没有了人数的优势 魔宗谬到弹劾兴盛 至于说是不是对付大前 这反而是最不必考虑的 因为一旦成为大云臣子 怎么可能不对付大前 离得再远也没用 只要冷静下来想想 便知道没那么美好 一切要从头开始 未来难测 在大前的形势虽然艰难 未来暗淡 可是弟子兴盛 将来与大云厮杀激烈 未必没有机会突破束缚 钻起来还是在大前更稳当 可现在六道之主都被大云的封地迷了眼 他们对大雪山三大宗的地位掩馋了太久 法空道 他们有的铁了心要投靠大云 李英促没道 调阅道是铁了心要走 还拉着城海道与业语道 法空眉头一挑 六道恰好一分为二 很可能如此 你有何主意 李英摇摇琴手 叹道 劝呢 劝不动 杀呢 又不宜杀 说不得 只能杀了 法空一脸悲悯神色 为了魔宗 不能让他们走错了路 他们还觉得我们走错了路 李英摇头 法空点点头 李英道 如果杀 倒是简单了 可就怕杀了 反而记得他们更铁了心 我总不能杀光三道所有弟子 法空摇头 借刀杀人 李英促眉盯着他 他隐隐觉得有点怪 自己与他正商量着杀魔宗六道的道主 怎么越想越不对劲了呢 法空看他神情忽然恍惚 笑看着他 李英摇摇头 他想甩开这荒诞的念头 却怎么也甩不开 打量着法空 法空笑道 怎么 如果我们魔宗六道都投靠了大云 对你们三大宗岂不有利 没了心腹之患 不必实时提防 法空道 那三大宗离没落也就不远了 没有魔宗六道刺激者 三大宗不可能这般的昂扬向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此乃人性 三大宗也不可避免 李英摆他一眼 法空笑道 同样的 如果没有三大宗 魔宗六道恐怕也已经没落了 李英摇头 终究觉得有点怪 算了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法空失效 不用我帮忙 敬谢不敏 李英道 大云派出了信使招揽我 一共四个人 法空道 他们应该会知道这消息 他们 应该不会搭理 没有心思管这个吧 李英道 法空摇头 他们会刺杀这四人 李英就没看向他 法空道 他们应该会去刺杀 李英不解 他怎么想都觉得离奇 前来招揽法空的大云使者 与魔宗六道有何关系 如果法空也投靠大云 对他们有利才对 至少不会再对付他们 不再是敌人 那他们为何要破坏法空投靠大云 法空笑笑 事实就是这般离奇 其实是有大云那边的人打招呼 让他们帮这个忙 破坏掉大云对自己的招揽 他们听命行事 于是前往 而且他们此举也名正言顺 看似是为了大前而出动 第785章刀成 这帮家伙已经昏了头 他们并不糊涂蠢笨 任何一个能从每一道沙上来成为道主地 都是人中龙凤 岂能蠢笨 事实从来都是历令之昏 往往利益越大 越能蒙住人眼 令其做出一些匪夷所思 其蠢无比之事 在因您睿智之人也是一样 这一次他们奉命前往截杀四信使 看似是名正言顺 以防止自己投入大云 可他们小瞧了这四个信使的修为 最终落得惨败而逃 堪堪逃得性命 如果这个时候稍稍天意把火 取他们性命一如反掌 甚至不必亲自出手 引几个匪寇出现便能收拾了他们 他们如果死在大云信使手上 三宗的弟子们哪一个还敢说投靠大云 都恨不得跟大云拼命 李英促眉沉吟 法空摇头道 他们去刺杀那四个信使 无异于自取灭亡 你要出手吗 我只看热闹 不会动手 法空道 李英英白的瓜子脸一片凝重 他已然听出法空的意思来 也明白了法空的借刀杀人主义 想来想去 还是下不定决心 魔尊之路 一统魔宗之路 注定要一路鲜血扑就 踩着人骨向前 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趁机灭掉这三个家伙 避免魔宗六道分裂 法空道 你觉得 如果他们有机会杀掉你 他们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不会 李英缓缓摇头 他很笃定掉月道对自己恨之入骨 恨不得把自己千刀万剐 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法空道 那便是了 李英明谋闪闪 杀意隐隐 可最终还是收敛回去 轻轻摇头 我还是找找别的办法 一旦以杀为开头 则往后就收不住 杀人越多 将来的反噬越重 一个不好就四分五裂 前功尽弃 原本的打算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便是了 埋头苦修 韬光养晦 把修为提上去 见法提上去 威望也随着时间而增强 随着时间与自己修为及威望的增长 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自己自然而然的成就摩尊 一统六道 无人能质疑 这样的路是最宽大最光明的路 最忌讳急功近利 最怕耐不住性子慢慢等待时机 可没想到 行事逼人 而如今 魔宗六道面临分裂 如果大前三道 大云三道 魔宗谈何一统 将来一统魔宗的希望会变得渺茫 法空露出笑容 理应不愧是理应 天生不凡 直觉惊人而且心性坚定 远胜一般人 换一个人 有他这般见法与修为 面对调月道三宗的挑衅与反对 早就忍不住一件解决 他有一件解决调调月道业与道 及城海道三位道主的能力 偏偏就能克制得住 理应哼道 看额这般为难 有这么高兴 法空道 你大有长进 不仅仅修为 还有见识与心性佩服 理应嘴角微翘 忍不住高兴 却白他一眼 这一次就难住我了 法空笑道 且说些别的吧 他说起了大勇的一些见闻 理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两人讨论一番 法空颇受启发与触动 跟理应及您真真说话聊天 一直有这般感受 常常让他灵光闪现 收获巨大 法雾悠悠醒来 他扭头看看四周 发现阳光正当头照在自己的头顶 顶心暗融融的 心中也暖融融的 好像从母胎之中刚刚醒来 周身上下一片清爽 是由内而外的清爽 好像不沾染成俗的一点气息 清心清爽宛如婴儿出生 他心灵也一样的清心与灵敏 看着四周的一切 一切都让他感动 莫名的感动与欢喜 脑海里渐渐涌起了记忆 自己先前好像是听法空师兄讲佛经 然后慢慢的陷入定境之中 在定境之内修炼起了夜刀 夜刀的修炼之法已然熟其而留 与佛经相互融合 浑然如一达到忘我之定境 他忽然轻轻一化 眼前虚空出现一轮弦 这一抹弯弓形的亮光 明亮 皎洁 不似人间的纯粹 他露出笑容 自己果然不是做梦 确实炼成了夜刀 竟然如此容易的炼成了夜刀 天魔秘典最顶尖的魔弓 夜刀 竟然被自己不经意间炼成了 好像一点没费力气 当然 先前闭关时费的力气是不能算的 那是足够的积累 才能在听到法空师兄讲的佛经之后顿悟 进入定境之中 而一气呵成的修成 他扭头看向不远处的中年和尚 何时道 法能师兄 我 三天了 法能相貌平平 脸色平和 温生道 入定了三天 三天 法务感慨道 一眨眼便是三天 法空师弟的佛经讲的尾时 法能赞叹 法务忽然定睛看他 目露惊奇 痴痴道 法能师兄 你 踏入大宗师了 正是 法能微笑 恭喜师兄 法务满脸笑容 师兄终于成功了 他知道法能五人是如何的刻苦修行 自己是法空师弟所指定的 法能师兄五人 则是四里长老们选出来的 之所以选他们出来 便是看他们修行太过刻苦太过拼命 太过执着于大宗师 所以让他们出来散一散心 免得练的走火入魔了 他们对大宗师太过执着 阿弥陀佛 法能一腔胆态与万般复杂的情绪 唯有素于这一生佛号中 三天之前 他听到法空的佛经之后 心神巨震 迅速进入定境 一天之后醒来 久久没能攻克的大宗师 竟然水到渠成的踏进去了 原本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希望了 来永空寺也只是打扫打扫寺院 或者招待一下香客 做一些杂物 万没想到 一路永空寺便踏入了大宗师境 完成了宿院 而且不仅仅自己 另外四人也都踏入了大宗师 法空师弟的讲经当真是 无法言说其妙其声其神 唯有赞叹静福 法务师弟醒了 其他四僧听到动静 赶了过来 打亮着法务 看法务容光焕发 一脸神清气爽的模样 顿时放下心来 顿吾尔入定虽然是极罕见的好机会 他们五人都是入定一天便醒来 然后踏入大宗师 而法务却久久不醒 偏偏法空师弟也一直不过来 好像不闻不问了一般 他们干着急没办法 既担忧他的安危 怕他走火入魔 又不敢打扰他 只能眼睁睁看着 五人轮流守着他 生怕别人打扰 还好 暂时没有人冲进来 他们五个一直在收敛气息 不让大宗师的气势外散 免得引起太多人注意 正常情况下 五个大宗师忽然出现 一定会引起震动 天津不可能没有动作 可这两天以来 竟然没有人过来问一问 好像没感应到他们的气息一般 这就太过稀奇了 法务看到所有人都踏入大宗师 再次赞叹 随即轻轻一画 夜刀闪现 众人皆欢喜振奋 以法务忽然亚然看向某一处 法能他们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发现一个灰袍中年正静静站在墙头 无声无息 他们脸色微变 竟然没发现这个人的接近 自己如今可是大宗师 感觉知敏锐远不是从前可比 偏偏就是没发现他 即使眼前这一刻 凭感应还是感应不到他 只是用肉眼看到他了 知道他在这 法务道 好厉害的孽气 法能问道 法务师弟 此人是谁 不认得 法务摇头道 但一定是个恶人 造的孽太多 至少杀了三十个无辜之人 龟袍中年脸上似乎戴着面具 麻木而僵硬 双眼寒芒闪烁 射人心魄 法务缓缓道 阁下来永空似 抑郁为何 这么个恶寇 这么悄无声息的出现 还戴着面具 显然是来者不善 法能五人身形一动 将法务护在当中 形成一个大阵 法务轻笑一声道 法能师兄 没必要这般慎重 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金刚四的和尚 呲哑的声音从面具下面传来 他脸庞仍旧麻木而僵硬 仿佛不是他在说话 法务淡淡道 大雪山金刚四法务 好的很 呲哑声音发出一声冷笑 金刚四 那就该死 你是来杀我们金刚四弟子的 还是来杀法空师兄的 法务哼道 一样 呲哑声音音冷 死罢 他一闪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已然出现在法能跟前 手掌已经贴近法能眉心 这一下快如鬼魅 法能尽管已然是大宗师 可并没有彻底掌握大宗师的力量 仓促之下毫无反应 诗 前月斑白光一闪 下一刻 灰袍中年一动不动停住 手掌停留在法能河上的眉心前 法能王一闪 其他树掌已然击中他 砰砰砰砰砰砰 他一动不动 宛如一块木头搬任由他们击中 武僧停住 打量着他 只见他将立于原地 双眼黯淡无光 已然断气而亡 法能上前扯开他面具 却是一个合法童年的老者 皮肤看起来丝毫没有皱纹 脸上的红润在迅速消失 众僧打量及眼他 摇摇头 不认得此人 随即看向法物 脑海里仍旧残留着那一刀的痕迹 仍残留着震撼感 这便是叶刀 正是叶刀 法物微笑道 好一个叶刀 法能武人慢慢点头 回味不已 他们在暗自推测 自己如果碰上这一刀 能不能避开 能不能挡住 结果是否定的 第786章九元 不过 法能皱眉道 此人到底是谁 就这么杀了帝化 会不会给法空师弟惹大麻烦 法物不在意的挥一下手 能惹什么麻烦 万一是哪个大宗的弟子呢 法能道 此人如此身法 绝非无名之辈 能悄无声息的靠近 如此顶尖的身法与心法 绝不是一般的宗门 他如果换一种形式方式 偷偷刺杀 自己五人恐怕都挡不住 唯有法物师弟能发现 这般一想 后背的汉毛疏一下竖起 莫名的后怕 这一次他来的不是时候 恰好法物师弟练成叶刀 还有便是轻敌 可下一次呢 下一次的敌人还会如此轻敌 来得如此之巧吗 下一次还要等着法物师弟出手救命 法物道 如此奇鬼身法 应该是鱼龙川的弟子吧 用的应该是鱼龙武 鱼龙川 法能皱眉 鱼龙武有如此厉害 来天津之前 他们当然仔细了解过大勇的武林各宗 六大邪宗之一 可不是开玩笑的 法物不在意的道 不过闯进我们永空寺 那便是找死 杀了便是 鱼龙川弟子的话 确实该杀 法能点头 鱼龙川身为大勇六大邪宗之一 可是杀人无数 与六大邪宗之一的长春谷差不多 他们也有一门精吞天地心法 吞噬别人精气神壮大自身 吞掉的精气神越多 则修为越深 鱼龙武越快 当真是快得不可思议 据说这鱼龙川被灭得差不多了 则还有余孽 而且为何要杀我们 法轩是一个身形魁梧高大的中年 农眉大眼满事不解 好像跟俄们没仇吧 鱼龙川杀人 不必理由的 法能摇头道 可能是因为义气之争 可能是因为报仇 也可能是因为银子 最有可能的便是针对我们金刚寺 法轩沈声道 可惜 应该问一句的 法能道 一听便知道要杀我们金刚寺弟子 不是只针对法公师兄的 法务点点头 哼一声道 凭他来杀法公师兄 自不量力 宋死无意 可旁人并不知道 法公师弟到底有多强 法能孝道 恐怕还以为法公师弟 以神通与佛咒行事 武功一般呢 法务道 法能师兄 我们要好好修炼了 自己炼成叶刀 杀人如割草 可就怕到时候自己不在 或者被引走 法能师兄他们就可能被人杀了 是啊 法能他们缓缓点头 这一次的闯入 折给了他们一头闷棍 让他们明白 自己面对的将是强大的对手 他们的修为远远不够 架一次来的有可能更强 到时候还要法务师弟搭救 架在此时 紫金袈裟闪动 法空出现 法空师兄 法务 黑黑笑道 我炼成叶刀了 恭喜师弟 法空和时微笑 终于炼成叶刀 不过叶刀的后患极大 尤其杀人之后 倒是没觉得 法务摇头 他一刀斩杀了于龙川的高手 丝毫没有异样感觉 心情毫无波澜 杀了人 毫无感觉 这难道不是问题 法空道 法务皱眉 慢慢点头 这好像确实是问题 杀人之后总会有异样感觉的 可是这一次毫无感觉 好像杀人的不是自己 又好像杀的不是人 很可能是自己没把这家伙当成正常人 这家伙一身灭气缠身 死不足惜 自己是替天行道 我难道走火入魔了 离走火入魔差的甚远 法空摇头 他左手结印 右掌竖起 放出一道白光照在法务的身上 法务光头钻出丝丝缕缕的黑线 共有十几根 在空中流转 随着白光的增强而消失 法空收了大光明咒 欲 法务吐出一口气 面露轻松 他摇头道 差点耳中招 这叶刀确实够邪门耳 大光明咒之后 他感觉周身轻松温暖 与先前的感觉又不同 好像与周围更加亲密了 简然 杀了那人 导致自己与周围更疏远 正把自己剥离天地之间 这是改变了自己心境 最是防不胜防也最是麻烦 到后来想救都没办法救 法空正色道 叶刀杀人之后 一定要找我施大光明咒 好 法务答应 法空点点头 法务师弟的修炼于本城和尚不同 没有经历过本城和尚那么多的困苦 与挫折及魔力 并没有以发愿的方式来强行修炼 所以授业刀影响不深 后患没那么大 所以 他不必像本城一样 要盯着天下恶人杀个不庭 不杀不足以平心 法空师兄 这家伙是于龙川的 法务指着那只婷婷站在原地已经死去的老者 竟然要杀我们 只能杀了他 法空汗手 他打亮着这老者 皱眉沉吟 叶刀所杀之人 魂魄俱灭 所以即使施展大光明咒 也没办法得到他的记忆之诛 不知他究竟为何而来 他双眼忽然变得深邃 施展宿命通 以老者身体为隐 看其生前片段 片刻后 法空双眼恢复原状 法空师兄 他为何来此 法务盲问 不是特意来杀师兄你的吧 法空道 目标是我们金刚寺弟子 是我们金刚寺的仇人 金刚寺的仇人找他过来帮忙杀人 那人是谁 需要查一查了 法空摇头 他转身来到石桌旁 一扶袖子 石桌上出现了笔墨纸燕 他提笔很快画了一幅肖像 指上出现一个俊美青年 眉长入病 双眼狭长 神采飞扬 一看便知道骄傲之急 法务皱眉打量片刻 摇摇头 法能武人也摇头 他们都不认得此人 法空道 法务师弟 你将这幅画送给原德大师 让他查一查这是谁 原德和尚 法务迟疑 他会帮忙查这个 这种事在原德和尚那边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反而是琐事而已 原德和尚的地位尊崇 能帮忙这种琐事 法空笑道 去吧 知道哪里找到他吧 我知道他们有个小妙莲寺 法务哼道 他应该在小妙莲寺里 大妙莲寺是本寺 小妙莲寺则是分院 相当于神经中的金刚寺外院 法空点点头 法务卷起这幅画 放入袖中 转身离开 法能担忧 法空师弟 法务师弟这般去 不会被人打出来吧 法空笑着摇头 半个时辰之后 在法能他们担忧之中 法务回到寺内 说道 法空师兄 原德和尚已经查清楚了 这话中之人乃是九元圣教的少教主注意权 九元圣教 法空眉头一挑 法务道 六大协宗之一的九元圣教 九元圣教的高手多的是 为何要找于龙川的人 法空副手夺步 法务继续说道 原德和尚说 九元圣教与我们金刚寺是有深仇的 求从何来 当初冲击大雪山 九元圣教的损失惨重 法务得意的道 好像折损了十几个顶尖高手 嘿 真是自不量力 法空皱眉 因为这个九元圣教的少主便找人杀我们 好像是因为这个 法务道 法能插嘴问了一句 那为何不找九元圣教的高手 而要找于龙川的高手 原德和尚说 这个助育权少教主是个狡诈之人 谨慎成性 谨慎 法空悍手 明白了 这是要让于龙川的高手探一探永空寺的虚实 看有没有金刚寺的顶尖高手 这个于龙川高手是顶尖高手 尤其精通刺杀 如果不是法务练成了叶刀 凶多吉少 所以 这个于龙川高手足以试探出永空寺的成色了 法能审声道 九元圣教 法空师弟 要不然 我们再召一些高手过来吧 大勇对金刚寺的敌意员比想象的重 高手也比想象的更强 自己六人恐怕应付不来 法能师兄 何必掌他们威风 法务不以为然 不是每个高手都是于龙川的 没那么可怕 法能道 就怕比于龙川的高手更强 除了法务 自己五人都是刚踏入大宗师 离彻底发挥出大宗师的威势还差得远 需要时间 真有顶尖大宗师过来 恐怕挡不住 这个事实不会因为决心与胆气大而能改变 法空笑道 法能师兄 在这般险境下 才能更好的激发潜力 我们倒是不怕死 就怕丢了四里的脸 法能道 法空笑道 相信师兄你们能挡得住 他们成就大宗师之后 一定是性命的 怕丢了四里的脸是真 怕丢了性命也是真 不过他们久在四里苦修 缺乏的便是外界的强刺激 刺激越强 越有益于他们修行 法能面露无奈 他看出来了 法空是铁了心 要磨砺自己六人 是不会轻易让四里再派 高手来 法空师兄 要收拾这个助育拳吗 法务 跃跃欲试 练成叶刀之后 他有一刀在手 天下在无对手之慷慨豪气 恨不得会进天下顶尖高手 他甚至觉得法空也挡不住自己一刀 法空缓缓点头 对方都打到门上了 难道还要装作什么没发生 或者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一回不成 他还来第二回 第三回 甚至更多回 直到杀光大勇的金刚四弟子 这样的仇人当然要尽快解决掉 那我来 法务兴奋到 法空笑着点头 我先去弄清楚他的行踪 法务师弟你动手 一刀便解决了他 法务笑道 第787章初见 法空看他如此信心满满 也没有打击他 叶刀的威力确实强 法务炼成了叶刀 现在的杀伤力是极惊人的 有如此信心也是难免 他一闪消失 一轮明月高悬 一朵朵云不时的掠过上弦月 月华不复平时那般的明亮 明珍珍的小院 法空坐在石桌旁 看着明珍珍递过来的卷宗 明珍珍笑道 师兄 从此之后 永空寺就不再空着了 有人住着 法空点头 明珍珍道 这才好 要不然 空着这么一座寺院 太过抱点天雾了 人住进来 就没那么太平了 法空读着卷宗 摇头笑道 当初一直不住人 也是为了清静 事实正如自己所料 随着永空四驻了人 大勇武林便有了动作 有仇的报仇 从前时候 有听到风声的 跑过来报仇 却发现没人 无人可杀 总不能拆了寺院吧 现在有了人 当然也就有了目标 明珍珍道 原德大师不是有了保证吗 法空笑了笑 原德大师在厉害 大妙联寺在墙 也不可能号令武林莫敢不从 那些正道宗们会卖大妙联寺的面子 像于龙川及九元圣教这些邪宗 怎么可能卖大妙联寺的面子 九元圣教还是要小心的 您真真簇眉道 真不明白 大勇武林及朝廷怎会让一个邪教如此做大 法空翻着九元圣教的卷宗 轻轻点头 确实有点古怪 这九元圣教的根脚恐怕不寻常 六大邪宗 被朝廷及武林正道各宗打击得示威 长春谷甚至几乎灭宗 于龙川也远在海上 遥不可及 而九元圣教却声势赫赫 不逊色于神剑锋等顶尖大宗 如果这其中没有门道 谁也不相信 这九元圣教之所以被定为邪教 是因为教中弟子行事疯狂 重信九元老人 您珍珍醋眉道 行事奋不顾身 以死亡为荣耀 法空神色沉塑 他隐隐看到了昆山圣教的影子 难道昆山圣教与这九元圣教有什么瓜葛不成 您珍珍道 师兄看看这位九元老人的生平 看为其人 而九元圣教的弟子们还笃信他没死 七百年还不死 他笑着摇头 法空点点头 继续翻阅厚厚的卷宗 很快将其翻完 严卷沉思 您珍珍看向他 月光照着他绝美帝脸庞 宛如一块羊枝白玉 流转着白玉的光泽 法空缓缓道 这九元圣教确实不凡 这助育权可不好对付 与九元圣教弟子的疯狂相比 他就是一个艺术 谨慎的过了头 确实有趣 法空微笑 您珍珍您嘴轻笑 法空知道他在笑什么 您珍珍笑着摇头道 如果不是师兄你要对付他 我会怀疑他是不是师兄你办成的 法空眉头微挑 嘴急摇摇头 您珍珍也急敏锐 看到法空这一挑眉的动作 便猜到他所想 笑道师兄想办成他 为何又不想 这很有趣呀 法空师笑 你觉得自己的日子有趣 师兄 不一样的 您珍珍笑道 自己的日子很煎熬 暴露的压力反而不是最大的压力 因为知道法空师兄会及时提醒自己 就像这一次 法空师兄及时提醒自己 避免了被国师发现端倪而暴露 最大的压力反而是玉蝶宗本身 玉蝶宗弟子的友善温情 对自己是莫大的压力 自己实在不想伤害他们 他们越是对自己好 自己的压力便越大 所以跑到纯王府当客亲 能极大的削弱这种压力 潜入九元圣教则不同 九元圣教是邪宗 伤害他们毫无心理压力 就应该把他们都灭掉 免得遗害世人 法空道 没必要那么麻烦的 这位少主的行踪很难确定 难 他的随身之物呢 您真真摇头道 没能找得到 自己是发动了纯王府的力量 还是没能找到这个 助育权的行踪与随身之物 可见助育权的谨慎 法空露出笑容 他对这个助育权越发有兴趣 能做到如此的密不透风 如此的不留痕迹 不仅仅需要足够的谨慎与细心 更重要的是聪明 这个助育权的思维 需要足够缜密 没有缜密的思维 则心有余而力不足 致大而才疏 您真真道 师兄可有办法 他是觉得自己无计可施了 再准的剑 再强的弓 找不到目标又有何用 助育权好像只是一个传说 只是一个名字 而不是真正的人一样 毫无痕迹 容我想想 法空点点头 九元圣教的跟脚不俗 是为你调查九元圣教 要小心一些 而是悄悄调查的 您真真笑道 况且纯王府对九元圣教 一直在秘密调查 我只拿现成的消息 这些消息的搜集 多数都是纯王府先前收集好的 自己只是顺手翻一翻 墨迹下来 回到自己院内重新抄写一遍 派人弄到助育权的随身之物 可惜没能成功 便已然停手 他身在大涌 对危险的预防已经深入骨髓 不会贸然留下痕迹与破绽 更何况 他身为纯王府的客亲 调查一下九元圣教 并不是出格之事 反而是分内事 法空打亮他极眼 您真真笑道 难道这助育权竟然找上我 法空轻轻点头 您真真道 他有如此通天手段 淳王府里难道有九元圣教的人 法空笑道 这却是无心之德 师妹可以好好会一会这个助育权了 您真真猝眉不解 调查九元圣教的人多了 不差自己一个 要不然淳王府里的所有消息是从何而来 不仅仅是淳王府 朝廷也一样 所以多自己一个人调查 并不会惹人注意才对 更不会惹助育权注意才对 法空道 助育权应该是恰好在天津 而且正盯着淳王府内 恰好碰到你在调查他 他难不成还要杀我 您真真道 法空微笑 您真真看他笑的神秘 知道再多问也没用 便道 我能杀掉他吗 法空道 两可之间 倒是小瞧了他 您真真哼道 自己能有如今的修为是诸多奇遇 还有自己的绝世资质 这个助育权年纪与自己差不多 竟然也有这般修为 看来他也是个奇遇连连的家伙 既谨慎又有奇遇 就像师兄一般 很容易成为大患 还是尽早除去的好 他想到这里 眼波微冷 清晨时分 您真真睡到自然醒 在踏上竖展一下懒腰 展露出曼妙深姿 吐那几口浊气 然后下踏洗漱 对镜梳里又黑又亮的秀发 再穿上一尘不染的碧绿螺衫 懒洋洋出了小院 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闻着大街上四面八方飘来的各种食物香气 漫步而行至天津有名的清浮楼 清浮楼远远看上去 宛如一只轻浮冲天而去 便要一口吞掉整个天空 气势冲天 他刚踏入三楼 抬眼便看到法空一袭紫巾袋 坐在窗边的一张桌边 他不动声色看一眼法空 法空微笑招手 您真真来到他跟前坐下 看他已经点了两道点心四盘菜一碗汤 您真真和时嫣然笑道 大师 没想到您也来此吃饭 法空和时还礼 微笑道 是很巧 莫姑娘 坐下来一起吃吧 那再好不过 您真真娇笑 他轻盈坐下来 接过法空递来的碗筷 两人眉眼相对 暗自隐喻笑容 都觉得这般演戏 很有趣 大师 这清浮楼的早膳 您真真笑道 比神经旺江楼的如何 各有其妙吧 法空笑道 旺江楼有旺江楼的好 清浮楼也有清浮楼的妙 这并不是假话 而是他的真正意思 神经的口味是多变的 而这清浮楼的口味区别于神经各九楼的口味 确实有独得之妙 两人正说着闲话 三楼慢慢夺上一个俊美青年 一席宝兰长袍 衬得面如皎洁观玉 双眼如寒心 神采飞扬 他一踏入这三楼 三楼的声音静了一下 皆被他的俊美所惊 不由的暗叹好一个着视翩翩家公子 您真真打亮他两眼 目光在他腰间的长剑上撇了撇 便收回目光 继续与法空说话 法空也只看一眼 给了您真真一个眼神 正主到了 眼前这青年便是助育权 您真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助育权 而且是在这般情形之下 是无意中的巧遇呢 还是被助育权一直盯着 他心思起伏 忽然抬头 助育权已经站在他跟前 正笑眯眯的看着他 目光清朗 笑容俊美迷人 莫姑娘是吧 助育权抱拳微笑 在下助育权 久仰莫姑娘大名 您真真淡淡道 有事 没什么大事 助育权笑道 只是见莫姑娘一面 莫姑娘不正想见我吗 我没想见你 您真真道 助育权笑道 那为何要找我 不是为了见我 您真真哼一声道 莫名其妙 自作多情 哈哈 助育权大笑数声 摇头道 看来是我想差了 还以为莫姑娘想见我 您真真看他对法空视而不见 觉得很古怪 是真没注意到师兄呢 还是故意装作没看到师兄 如果是后者 那确实是胆气够壮 第788章在世 法空一直没出声 看着助育权跟您真真说话 一直在观察助育权的表情与举止神态 这个助育权确实是一个谨慎之人 周身气息内脸 宛如一个不会武功之人 站在跟前 如果不仔细看 甚至会忽略到他的存在 您真真甚至会感应不到他 自己曾通过宿命通看过他 可近处看 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眼前这个助育权更加难产与麻烦 助育权微笑道 莫姑娘 我能坐在这里吗 不能 您真真淡淡道 我不想吃饭的时候受打扰 你另寻他处吧 呵呵 助育权丝毫没有生气的迹象 笑咪咪的抱拳 好 那便不打扰了 告辞 请罢 您真真不客气的哼道 助育权保持微笑 风度翩翩来到旁边一张桌边坐下 这一张桌子原本已经坐了人 却是两个中年男子 正在闲聊 目光在助育权身上扫来扫去 还在您真真脸上看来看去 简然正以一服吃瓜的心情 想看看这一对俊男美女到底有什么恩怨瓜葛 没想到助育权忽然坐过来 助育权微笑看着两人 秀中已经出现一张银票 递给其中一个中年 劳驾 嘿嘿嘿 公子你请 那中年男子接过银票 扫一眼上面的数额 马上笑容满面 恭敬一场 他毫不犹豫的拉起同伴 找了一个角落里坐下 助育权微笑着轻轻一服一襟 优雅的坐下 从袖中取出一方丝巾 轻轻试过桌面 然后将丝巾折起 慢慢的收回袖中 整个动作优雅而从容 乔二跑过来的时候 他点了几道菜 目光一直在您真真身上流转 您真真懒得理会 轻声道 大师 这思维实无理 法空微笑 年轻气盛 原本就是如此的 您真真哼一声道 他这不是年轻气盛 是傲慢无理 法空呵呵一笑 不予置评 两人说话半真半假 旁人是听不出身前远近 注意权的目光一直在您真真身上流转 丝毫没有理会法空 您真真已然感觉到了异样 他顿时明白 这显然是师兄所致 并不是助育权无视师兄 而是师兄施展了某种秘术 影响了助育权 让他有意无意的忽略师兄 是监禁还有这般秘术 他轻轻摇头 他与法空闲聊着吃饭 扮演着墨幽兰 装成与法空是好友 却又不至于太过亲近 带一顿早餐吃完 他起身的时候 助育权也起身 跟着一起下了轻浮楼 轻浮楼下 这个时候已经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比先前来的时候更多人 变得拥挤起来 您真真骤然加速 输得钻进人群 宛如鱼儿钻进了大海 眨眼不见踪影 助育权一正 随即身形闪动 驯如鬼魅 可是人头涌动 根本找不到您真真所在 您真真的碧绿罗山在人群里 根本不显眼 而如此拥挤的人群 他曼妙的身段 被遮掩得结结实实 助育权猛的一跃而起 俯瞰方圆百米 目光一扫之际 已然把每一张脸庞 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方圆百米之内 并没有您真真的脸 您真真如今的身法极快绝伦 超乎想象 助育权悠悠落地 点尘不惊 姿势优美潇洒 俊美的脸庞却阴沉欲低 人群中钻出两个中年男子 抱拳衣里 摇了摇头 他们没能跟住您真真 助育权哼一声 少教主 一个狭长脸中年沈声道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去淳王府外等他便是 他一定要回去的 他万一钻进淳王府不出来呢 助育权冷冷道 那狭长脸中年咧嘴一笑 他怎么可能不出来 难道不回自己院子睡觉 睡在淳王府 他在淳王府又不是没有院子 助育权哼道 那如何是好 恰长脸中年挠挠头 另一个圆脸中年微笑道 少主 追女人还是要有耐心 要一步一步来的 见了一面 虽然印象不太好 可这是一个开始 下一步要慢慢来 不能急的 恰长脸中年美好气的哼道 嘿老冯你好像有经验似的 怎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而不是找不到女人 是懒得找 人脸中年摇头道 女人跟男人就不是一类东西 凑在一起太麻烦了 还不如一个人 潇洒自在 那等你老了呢 恰长脸中年黑黑笑道 孤零零一个人不孤单 孤单什么 人脸中年不在意的道 找个徒弟 慢慢教导便是了 这倒是个主意 恰长脸中年慢慢点头 助育权一脸不耐烦 嫌他们啰嗦 没好气的道 我不是要追求他 而是要睡了他 把他收入房里 嘿嘿 御蝶宗的副宗主啊 看那些正道各宗什么滋味 这样 两人对视一眼 赵主 还是三思 夹长脸中年道 御蝶宗虽然没多么强 可是弟子个个都嫁得好 要是把这莫姑娘抢抢过来 恐怕会惹起重怒 重怒又如何 助育权傲然一笑 是 两人无可奈何 助育权道 找到他的行踪 我今天便要动手 不信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是 两人素人阴道 凌珍珍出现在他的小院 他原本想去淳王府 可在半途又改了道 直接回了小院 因为隐隐感觉到危险临近 随着修为精进 凌觉越来越敏锐 已然可以避凶屈极 尤其他修的是惠心通明 凌觉敏锐远胜常人 凌珍珍回到院内 换了一身衣裳开始练功 一身白断镜妆 轻银曼妙 宛如玉蝶飞舞 接着又换成九阴玄掌 掌镜流转 小院变得清凉舒爽 九阴玄掌的掌镜 并不是如人们所料的阴寒冰冷 至阴至寒 其实是一种微凉的感觉 可他确实是至阴至寒 只是以奇异之法 将其调和得如沁人的幽权 他练的没有一丝烟火气息 轻盈婀娜 轻风云云 宛如盛夏的清凉之境 法空忽然出现在小院 他轻飘飘一掌 法空接住这一掌 砰 问响声中 法空手掌闪一下金光 迅速恢复如常 这一掌牵动了金刚不坏神功 显露外向 随着他金刚不坏神功 到了第六层圆满 已然越来越不动声色 不露外向 一旦露了外向 闪现金光 便是金刚不坏神功全力运转之时 法空面露再许神色 这一掌能把助玉拳拍死吗 师兄 蓝 他修为真那么强 他修为与你相当 但身怀护体宝甲 还有各种宝物在身 很难杀死 想杀死 也很难一蹴而救 真是个讨人闲的 自命不凡 可笑之极 凌真真恢复了原本容貌 绝美脸旁露出厌恶神色 他如此敏锐的灵觉 怎会感应不到 助玉拳清朗目光下面 所隐藏的深意 他如吞了一只苍蝇般的恶心 随着修为加深 会心通明圆满之后 越来越深入 对男人的厌恶感也 越来越强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看到美人便会生起邪念 他觉得男人又脏又臭 尾时不可靠近 法空摇头失笑 他觉得凌真真这是一种心理洁癖 不由暗自叹息 继续下去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又脏又臭 无法接近 法空道 避开他便是了 我要杀了他 凌真真淡淡道 眼波轻盈中透出冷冽 便如他的九阴玄掌掌力 法空摇摇头 还是我亲自来杀吧 凌真真明眸闪了闪 看向他 师兄 他不太对劲 法空道 九元老人确实活着 而他便是九元老人的敌传 继承了九元老人的衣钵 七百多岁 凌真真正了正 法空缓缓点头 凌真真醋眉沉吟 他至今还没听说过有六百多岁的人 大宗师的寿元悠长 向光明圣教的高手寿命是最长的 新法书役寿命悠长 光明圣教高手能达到四五百岁 修为在身也没有达到六百岁的 而九元老人竟然达到七百多岁 简直就不可思议 超乎想象 法空道 所以 杀了助育权 九元老人肯定要出手 你承受不住 师兄 您真真醋眉 七百多年啊 想想就可怕 三百岁左右的大宗师 几乎就不再出手了 步履武林与俗世 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身体不老 心境却变了 与正常人不同 到了三百多岁 大宗师们往往会觉得 人世繁华已经看腻了 污浊不堪 无法忍受 于是都躲到了深山老林里 吐那天地之亲戚 他还没见过三百岁以上的大宗师出手 但想想就知道修为是如何的惊人 法空笑笑 事实这位七百多年的修为 您真真不解的盯着他 师兄最是怕死 谨慎过了头 对于没有把握的对手 绝不会轻易动手 难道他有把握胜过这个九元老人 七百多岁啊 七百多年的积累 想想就知道何等可怕 法空道 这个助育权 是个大麻烦 要尽快解决了才好 他所见到的未来 这个助育权可是鼎鼎大名的魔头 凶威赫赫不可一世 即使袁德和尚也压不住他 略逊一筹 整个大勇武林的格局再次改变 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法空决定自己要逆天改命一次 把这个大麻烦解决掉 天眼通便该用在这个时候 解决这种大麻烦 小麻烦不该乱用天眼通 师兄小心 您真真缓缓点头 没有相劝 第七百八十九章算计 法空微笑道 在杀他之前 还是要弄清楚虚实地 看看这位九元老人的底细 如何弄清 您真真醋眉 九元圣教之所以能够昌盛 恐怕根本缘故便是因为九元老人的在世 法空道 您真真轻轻点头 这么说 国师也没把握对付他 而且大勇朝廷也对付不了他 否则绝不至于让九元圣教如此猖狂 法空摇头 如果真对付不了 九元圣教就不会这般老实 应该是互相忌惮 您真真醋眉道 朝廷有高手与他相当 可如果除掉他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并不值得 恐怕就是如此了 法空点头 这位九元老人其实命不久矣 依照他所看到的 一个月后 这个九元老人将一身 修为尽数传给了朱玉泉 从而令朱玉泉 修为暴涨 闭关一个月后 出来便是四向镜 然后一路往上 短短一年时间内 从四向镜到五行 再到六合 一直压着元德和尚 当一年之后 国师刺沙大云皇帝申允 大庙连四的高手 再也压不住朱玉泉了 朱玉泉这个时候 已然是七星镜 所以 他推测这位九元老人的修为 应该是七星镜 大前的第一高手楚雄是八极镜 而八极镜 应该是现在的天花板 没有人超越八极镜 七星镜也还有人抵达 如果大勇有超越八极镜的 早就刺杀了楚雄 而楚雄能安然无恙 显然是大云也没有超越八极镜的高手 朱玉泉在七星镜的时候都那般猖狂 无人压制 说明大勇七星镜的高手寥寥无几 甚至没有 所以九元老人很可能是七星镜 应该不是八极镜 否则九元圣教比现在的声势更大 势力更庞大 即使九元老人是八极镜 自己只要待在小溪天极乐世界内 也无所畏惧 堪与一战 这是在楚雄身上得来的感应 九元老人身为九元圣教的教主 可谓是恶贯满盈 自己练成了夜刀 斩之不难 夜刀便是这般邪门儿 要杀之人孽气越足 则夜刀的威力越强 这便是欲强越强 况且自己还有树门齐功 再不济 还能施展神族通脱身 到时候请楚雄出手 他想到这里 看向您珍珍 师妹 你要想办法避一避 最好离开天津 您珍珍醋眉 师兄你眉十足把握 法空道 有备无患 万一珍出个意外 我可以一走了之 您珍珍沉吟道 我会向淳王府领一份任务 再时离开天津 去一趟神经 去神经好 法空道 去明王府上 好 您珍珍轻轻点头 那额惊天便去 法空露出笑容 您珍珍道 师兄马上要动手 越快越好 法空道 不过快却不能简单粗暴 要先绕一绕圈子 尤其是原德和尚那边 您珍珍疑惑 你说原德和尚是不是巴不得我杀掉助育权 如果师兄你杀了助育权 原德和尚便是借你的刀杀助育权 同时也借九元老人的刀来杀师兄你 您珍珍道 一箭双雕完美无缺 法空道 可这个时候 我说我并没有把握杀死助育权呢 他会帮你 如何帮我 告诉你助育权的底细 甚至九元老人的底细 您珍珍脱口而出 他鸣嘴笑道 师兄 不愧是你 他随之沉吟一下 笑道 师兄 要先让原德大师知道 只是于龙川那家伙的 是助育权才好 这样 原德和尚才会坚信师兄 非要杀助育权不可 依照师兄的骄傲性情 绝不会容许一个随时要自己性命的仇人活着 即使这个仇人的靠山是九元老人 法空露出笑容 两人默契十足的微笑 恍惚之间 好像回到了当初杀辟邪神剑与天珠神剑时的情形了 交给师妹你了 没问题 您珍珍轻笑道 纯王府有大妙连四的眼线 我会泄露出去让原德和尚知晓 他回屋换了罗山 再次变成莫幽兰 轻盈而去 正五十分 阳光当空照 法空正在永空四与法能六人切磋 以一敌六 六人结成阵法 威力暴涨五倍 宛如三十个大宗师围攻法空 快得眼花缭乱 这是法空创出的阵法 传给金刚四 法空面对这狂风暴雨攻势 悠然和缓 动作似乎很慢 却如行云流水般顺畅 带着莫名的韵律与美感 僵持了一刻钟 还是奈何不得法空 他们越来越急 全力以赴不再留守 甚至超常发挥出平时的十二分力量 酣畅淋漓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声悠悠响起 法空书一闪 出现在院门处 笑道 法务师弟 你们且留下来好好想一想 他说着话 双手结印 一道清心皱落下 然后他身形一闪消失无踪 法务与法能法轩等五人受清心皱一贯 顿时神清气爽 四位敏锐灵动 心绪平静无波 肩前动手的一幕目在脑海里重放 他们观察着自己的得失 思索着改进之法 正法已经演练得够熟 可是他们自身的力量 还是没能彻底发挥出来 大宗师的钢器更加运转如意 能做到太多从前做不到的事 所以招式要更加精妙才对 法空则出现在永空寺门口 拉开门 袁德和尚齐长的身影正站在门外 阳光照在他正亮的光头上 闪着光芒却夺不走目光 目光会不由自主落到他的脸庞 当真俊朗逼人 法空微笑道 大师请 刀扰了 袁德和尚何时 尖到了大雄宝殿 上了一炷香 然后便站在大雄宝殿的台阶下 说起了正事 听闻于龙川的高手来袭 袁德和尚素然道 当真是罪过 法空微笑 此事怨不得大师 毕竟是六大邪宗之一 行事乖章 确实是贫僧无能 袁德和尚素然道 于龙川这位高手姓斩 杀人无数 大师杀了他 也算是为民除害 功德无量 法空微笑点头 袁德和尚道 必死一直在清剿于龙川 可惜于龙川高手 逆袭藏宗的本是惊人 而且还有人暗中相助 现在看来 却是九元圣教相助 法空眉头一挑 袁德和尚微笑道 据贫僧所知 这一次是九元圣教的 少教主铸玉泉指使的 大师想必已经知道了吧 玉蝶宗的副宗主 莫悠兰与法空的关系极好 而莫悠兰忽然调查助育权 便是因为法空查到了 背后主使便是助育权 法空身怀神通 知道了这个并不出奇 法空叹道 助育权呀 他随即微笑道 大师 我有一事不明 九元圣教为何如此猖獗 没被清剿 袁德和尚见没猥琐 缓缓道 九元圣教此事须从长计议 关乎我大勇武林兴衰 法空笑道 难道九元圣教不是邪教 他们动辄杀人 毫无人性吧 已然有所克制 袁德和尚道 法空师笑道 这还是有所克制 如果没有克制 岂不是把大勇百姓都杀光了 据我所知 上个月他们刚刚图了一个村子 阿弥陀佛 袁德和尚长轩一声佛号 脸色沉塑 微和下眼帘 嘴里喃喃低语 声音透着低沉与慈悲 法空道 大师 超度亡魂故人 释助他们 何不替他们报仇 袁德和尚摇头叹息 法空道 大师准备如何对付这个助育权 阿弥陀佛 袁德和尚惭愧道 贫孙来此 是想请大师诛杀此人 法空眉头一挑 凭大师的修为 杀他应该不难吧 为何不敢杀 可是有所顾忌 阿弥陀佛 袁德和尚无奈的叹息 这其中有难以严肃之隐情 还望大师见谅 法空笑了笑 袁德和尚面露惭愧 法空道 我能杀得了助育权 我看此人极为谨慎 护身宝物应该不少吧 而且应该也有顶尖的护卫暗中相随 袁德和尚缓缓点头 他确实有宝物护体 也有护卫暗随 要杀他 需得杀掉他护卫 破开他宝物 法空汉手 缓缓道 更重要的是 你们所忌惮的 应该也是我需要忌惮的吧 到底是什么 大师难道要一直瞒着我 袁德和尚道 不管贫孙有何忌惮 大师都要杀助育权的吧 法空笑道 我若杀了他 恐怕九元圣教要拼死刺杀我 他们个个都不怕死 很麻烦 不过 谁让他非要杀我呢 只能杀了他 如果他身后有更厉害的高手呢 袁德和尚道 大师你恐怕要逃出天津 大师还要杀 他心下一松 长出一口气 杀 法空淡淡道 我修为一直在精进 且杀了他 袁走高飞便是 但修为够了再回来 好 袁德和尚辅长低贺 他双眼放光 一股豪气在胸腔涌荡 是被法空这一番豪气冲天的话所引出 大师既然坚决要杀他 那不妨告诉大师 要杀助育权 要防备他施展九鼎镇圆绝 袁德和尚素然道 此诀一旦施展 浑身修为便可发挥出九倍威力来 法空眉头一挑 袁德和尚沈声道 九鼎镇圆绝乃是尖最顶尖的奇功之一 一旦施展 足足维持半个时辰 法空道 应该极为伤身吧 袁德和尚点头 此诀极为伤身 却又偏能延寿 极为血傲莫测 第790章交换 法空眉头一挑 伤身 偏偏又能延寿 是 袁德和尚道 伤而不死 五劳七伤皆全 可就是能活着 法空道 九元老人便是这种伤而不死地状态 袁德和尚的目光一凝 定定看着他 法空笑道 大师不会以为我不知道九元老人仍旧活着吧 七百多岁 真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袁德和尚神情肃然 和十一礼 大师神通 佩服 法空微笑看着他 袁德和尚的脸皮还是很厚的 丝毫没有愧疚 好像这个最重要的消息无足轻重一般 袁德和尚素然道 九元老人确实活着 不过也快要死了 哦 他一直伤而不死 可这些年来的伤不断叠加 终究还是要撑不住了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已然进入天人武衰的状态 命不久矣 那他还能撑多久 袁德和尚想了想 缓缓道 他绝对撑不过一年 即使是天人武衰之状 法空摇头道 仍旧不耽搁他杀人的 是吧 是 袁德和尚慢慢点头 法空道 而如今的修为是对付不了他的 是不是 是 袁德和尚无奈的点头 这几个问题问下来 让自己显得太过卑鄙与无耻 好像故意鼓动法空送死一样 法空摇头笑道 大师明知道我对付不了他 先前却并不准备告诉我他活着 是想借他的手杀我吧 段无此理 袁德和尚素然道 贫僧知道大师有神通在身 他杀不死大师的 法空笑道 神通只是小道 并不是武功 真正借生死的还是武功 大师有神足通能够及时逃离 袁德和尚道 法空道 俗话说的好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妙 金刚寺便在大雪山 他万一跑去金刚寺 那如何是好 这个 袁德和尚迟疑一下道 依大雪山宗的底蕴与实力 并非挡不住他的 大师真觉得我们大雪山宗能挡得住他 依贫僧的了解 大雪山宗蕴藏爵士高手 可堪与九元老人一战 袁德和尚缓缓道 法空盯着他看 袁德和尚平静坦然对视 大雪山有如此高手 法空若有所思的道 我却并不知 大雪山宗的底蕴是极深的 袁德和尚微笑道 三大宗可不仅仅凭着封地 武林宗师 归根到底还是要归于武功上 归于高手上 法空点点头 看来大师是主张我杀了朱玉泉之后 逃回大雪山 让大雪山抵挡九元老人 此乃稳妥之计 袁德和尚道 法空道 为何大师不敢杀朱玉泉呢 我看大师对朱玉泉也有杀心 袁德和尚摇头 法空道 估计九元老人 国师应该挡得住他吧 袁德和尚叹道 树贫僧不能说 法空笑道 是因为国师不想把积蓄的力量浪费在九元老人身上吧 袁德和尚脸色慢慢变化 法空道 看来袁德大师已然知道 国师也是命不久矣 与九元老人差不多吧 阿弥陀佛 袁德和尚宣一声佛号 他微垂眼帘 讲义心中的震惊 师父这个最大的秘密竟然也被法空知道了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外传的 否则 影响大勇的平静 甚至影响整个天下大事 法空道 这消息我不会外传 大师放心便是 善哉 袁德和尚和十一里 法空笑道 大师难道就没有想过 延长国师的寿缘 袁德和尚猛的抬头 他双眼蹦射出宛如实质的精芒 夺人心魄 死死瞪着法空 法空轻汗手 国师是身体衰老 而且修为精深 照理说 确实没办法延寿 不过嘛 没试过怎知道不行呢 大师可有妙法 法空道 如果国师是有暗伤 通过回春咒还是能延寿的 回春咒 袁德和尚露出 失望神色 他也曾想过 请法空帮忙施展回春咒 通过回春咒来延长国师的寿命 这也是他一直对法空是好的原因之一 可是因为顾忌这个秘密 所以一直没有开口 犹豫不决 毕竟还不到关键时候 他也曾跟国师说过 国师曾说 回春咒对他没什么用 他的身体状态保持着巅峰 就是挡不住时光之力 衰老而已 回天无力 国师觉得回春咒就不得自己吧 法空道 袁德和尚缓缓点头 法空笑道 国师的判断可未必准确 国师并没有亲自体会过回春咒 这道也是 袁德和尚点头 法空道 大师不想试一试 大师有何条件 袁德和尚问道 法空笑了 袁德和尚道 我知道大师的行事习惯 有诗必有得 礼尚往来 法空赞许的点头 其实我要的不多 大师要什么 听闻大庙连寺的藏经阁藏经丰厚 所以我想入阁一关 藏经阁 袁德和尚皱眉迟疑 法空笑道 大师可以跟国师商量一下 当然我想看的是藏经阁的内阁 袁德和尚深深看他一眼 竟然连藏经阁有内外两阁都知道 这是非大庙连四弟子都不知道的秘密 果然不愧是法空神僧 神通广大 还是说说祝玉拳吧 法空把话题扯回来 笑道祝玉拳身上应该有不少的宝物护体 他扯这个话题 是为了避免袁德和尚使坏 真借刀杀人把自己趁机灭掉 就是要让袁德和尚把秘密都泄露出来 他虽然能用天眼通来反复推演改变动手的方式 从而找到最快杀祝玉拳之法 也能通过天眼通看到祝玉拳的一些应对之法 身上的宝物也能一一推演出来 可是有些秘密却没办法通过天眼通看出来 这些秘密便是他的目标 嗯 他有一件宝甲 袁德和尚审声道 这件宝甲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如果对准他喉咙或者脑袋呢 他只要念头一动 宝甲便可摧发出奇异钢气护体 袁德和尚摇头 攻击任何部位都一样受阻 如此宝甲 头一次听说 这是九元老人年轻时奇遇所得 恐怕当时也只有寥寥三四件而已 三四件 法空笑道 除了他这一件 谁还有 袁德和尚道 皇上有一件 大前皇帝好像也有一件 大云皇帝应该也有一件 如此宝甲 法空赞叹 太动人心了吧 竟然没有抢夺的 祝玉拳很难缠的 袁德和尚摇头 况且还有九元圣教的保护 一旦敢抢 那便是与整个九元圣教为敌 法空道 大师就没想着抢过来 袁德和尚露出苦笑 自己倒是想抢 可惜 不敢得罪祝玉拳太狠 九元老人是个急互毒的 自己敢动手 他一定会对付自己 所以只能按捺下心思 法空道 我会抢过来的 大师想要杀他 确实很难 袁德和尚素人道 除了这天元天元宝甲 还有太元神镜 不等法空问 袁德和尚便说道 太元神镜是一块护心镜 肩不可摧 且能杜绝刚气 这般说来 他的心脏就不可摧毁 是 袁德和尚道 不管用拳 镜掌镜还是刀剑 都不必对他的心脏费心思 没用的 那便只能是脑袋 脑袋的保护 除了天元宝甲 还有一顶通天神冠 刀剑末入 掌权难尽 法空失效 袁德和尚道 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破绽 这也是他的性情所致 果然是谨慎 法空道 宛如一只老灵龟嘛 正是 袁德和尚叹道 最好的办法便是耗死他 自己如果要对付注意权 也只能耗死他 困住之后一点一点的消耗 天元宝甲 太原神镜 通天神冠 这三件宝物妙是妙 可也是有力量极限的 天元宝甲消耗的是佩戴者本身的力量 太原神镜承受久了撞击会慢慢变化 通天神冠最容易 直接将其震飞变好 让他自己掉下来 在妙也要带在头上才行 法空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那便预祝大师心想事成 袁德和尚素然道 还有他的两个随身护卫 看着平平无奇 其实都是掌握了九鼎阵圆绝的魔头 不可惊呼 法空汉手 九鼎阵圆绝不仅仅催发出九倍威力 还有收敛气息之能 袁德和尚道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境界与力量 往往都是掩盖之后的 法空汉手 袁德和尚沉吟片刻 觉得自己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没什么遗漏之处 如果法空依照自己所说 可以杀死祝玉泉 然后及时逃回大雪山宗 九元老人一定会追过去 必将葬身大雪山 自己投一件事便是清剿九元圣教 九元圣教的存在便是大妙连寺的耻辱 也是大勇朝廷的耻辱 清剿了九元圣教 才能恢复大妙连寺的威严 也能恢复大勇朝廷的威严 他想了想 从袖中取出一柄白玉刀 递给法空 法空伸手接住 铸守兵寒 寒意瑞丽之急 宛如箭一般的刺进来 半边身子发麻 这柄玉刀已独特心法摧使 刀器无间不摧 能破开天元宝甲 可以一世 原德和尚道 暂戒大师遗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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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